年初一部繁花火遍全国 不仅让观众见识到了王家卫天花板一般的导演功底 更让观众了解到 原来好演员是这样对待表演的 采访新知蕾师 他坦言自己很喜欢李李这个角色 除了李李的妆容造型 他更喜欢李李看保总蛇的眼神 那是一种看待猎物的眼神 如果你看过繁花就会明白 李李的出现本身就是一场局 他找到保总 前军入梦 最终只是为了给爱人还债 同时报仇 那么李李究竟是怎么做绝的呢 第一部 在上海最有名的酒店一条街 黄河路上开一家澳门普京风格的饭店 这家饭店从选址到装修都很有讲究 俯瞰这家饭店 如同一个鸟笼 寓意是有劲难出 这也就意味着保总一旦与执政员扯上关系 将会万劫不复 后面的结局也印证了这一点 装修参照澳门普京的风格 这一点也是送着保总来的 阿宝自解说去个普京赌钱 他当时在A先生崩盘后 低价收了他的盘 有可能也是因为在澳门赢了钱 才有了入门的资本 除外 李李这个装修风格也有可能是为了掩人耳目 让人觉得他是赌场赢了钱才开的饭店 而不是A先生给他的逃命钱 开工后 李李迅速几届最好的工作班底 从经理到厨师 全用最好的 开店的经营策略就是靠浮夸风吸引大老板来谈生意 从中撮合生意 然后抽成 靠这个赚钱 第二步 想尽一切办法吸引保总进制生员 给他好处和人情 比如假三样拍 从此和他手上关系 紧跟着就是想他帮忙想办法 只是想借着由头和保总继续有牵扯 好继续做局 第三步 引保总入股票圈 本来保总已经退圈了不再炒股 但当时迎来了股票界的大变革 就是从散户炒股变成机构炒股 李李顺准了保总会被吸引着入套 半推半救者给了他一支股票的信息 引他尝到甜头 好继续深入 后面保总越陷越深 李李表面全他及时止损 实际上希望他一败涂地 好在他最后及时刹车 卖了崩掉的股票 拿到了一块地 还不算数得太惨 强木杰明着对付宝总是报仇 李李这样一步步引他入局 更是报仇 甚至比强木杰更狠 只能说李李的演技真的炸裂 这样的女主再来也不嫌多呀